《香港國安法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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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收看新聞卓耀 市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警方日前,倒破一個 《策劃炸彈襲擊的組織》更揭示 有引測動年輕學生犯罪 她期望,面向青少年的社會機構努力 培養青少年的正確價值觀 加強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 去年,香港落實了《香港國安法》 今年也完善了特區的選舉制度 令香港社會逐漸回復正軌 但經歷了2019年下半年的社會動盪 我恐怕社會上的守法意識是有所下降的 治安和國家安全的風險仍然存在 上個禮拜,香港的警隊 就是倒破了一個《策劃炸彈襲擊》的組織 更加揭示了有人策動我們的年輕學生犯罪 情況令人十分憂慮 我們作為成年人是有責任保護我們的下一代 我在此呼籲大家一起關心身邊的青年人 給他們適當的引渡 來得希望香港遊樂場協會 等面向青少年的社會機構 能夠在未來加倍努力 培養青少年正確的價值觀 加強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 宣傳官方公司 新聞廠報報完了 新 文 廠報報完 BGM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